欢迎每日一达回答一下触宝们的养花问题啊第一话说哎呦我这坟长咋我这来一礼拜就这样了 这个不排除冻伤啊他问我是不是冻伤了这个感觉就是在冷了你像红掌也好坟掌也好就这种系列的哈你一定要 注意一个点就是他不喜欢强光暴晒 不喜欢很冷还不喜欢很热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大姑娘哎养他就妥妥的好吧 关于这上面的一个呢可以修剪修剪了吧那个老的不好的叶片 然后搬到室内稍微温暖的地方不要强光暴晒到绿罗一样去养干了就交不干不交好吧 我会帮忙看呢我21年9月份买的 金钱树然后一直没换盆养了几个月 然后问我看看怎么样让他绿油油呢 这个呢就是 你看你家里边就养那个这几个花哈都是有点那种哎 营养不了说白了就是缺肥 你像我给画门无数次的说过你像家里边用肥你如果说家里边都是泥土的或者沙土的又舍不得花什么钱 你就直接到那种 阿里巴巴之类的那种批发平台你买他一大包羊粪30斤50斤的那种 就囤着慢慢用呗 你如果说那个 你你如果说是吧我嫌那种臭麻烦你就买那种类似于奥虑或者花多多的用的他不一样很好吗 又便宜又不贵 用点肥料就行了啊 老老爷求助求助 这个百合咋的呢 这个百合水大缺光通风差另外呢就是天气冷 好吧 天气冷了上秋色了这个没事啊 如果说是 开完花了这个样子属于很正常 你就一定要给足光照 我们一定要给足光照的然后他上面会自己干枯 然后浇水这块还是保持干湿循环 然后下面会自己长球如果说是你 之前种下去还没开花呢这样的话就 就是说什么呢叫为老先衰还没来一开花呢就已经 就已经要睡觉了 知道吧 下一个车吧 欢迎是黄哈里长的这啥不知道是啥坐标海南 这就是虫子一类的 这就是一般虫子一类的你像我们 我们这边的话一般是喊他叫什么呢你 然后说咋了猫子啊猫猫虫之类的一般都是这种小虫子 打药的啊 一般是用的那种高效滤青橘子啊或者是一些个其他的一些杀虫药啊这个你可以 把这个照片稍微拍的清晰些发给我们的客服 给你好好的看一看 下一个臭宝说大夫快救救我家桂花吧 都养了多少年了一直徘徊 还有土里边有虫子咋办 你看 真的臭宝咱不是 不止一次的我不是说非得说是推销我们家土怎么怎么的 我跟他说之后我一包土挣两块钱没必要天天挂嘴上 是吧 然后呢 用一份好土 真的会让养花很省心 你看这个话 我说桂花既然这样了既然这样的话 我的个人建议呢还是换土 还在换土这没别的高招你看我那个桂花 那个桂花来的时候呢也是要死不活的花有寄过来的 那现在开完花又要找新叶子了 就是 你用一份好土呢会给你节省很多的一个时间 对吧 你看咱们这个土啊也不说不是那种 也不说这个土不行 是你相对于我们家土来说确实差了一定的距离 一定要给足光的浇水还是干湿循环 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换土的话呢 你就可以好好的联系一下我把那个视频给你找到发给你 好吗 老外你好 我养的自质花总是打不开就枯萎了室内23度 缺光 你要自质花那个有的话说哎我23度我养自质花没问题了 你30多度才好呢就光照越好越好 然后那个越潮就是空气越潮越好 他开的越哇塞 很多话说我自质花样不好要么就光照要么就温度要么就浇水 注意住哈 自质花三个大 第一个就大阳光 光照一定要很充足 夏天40度你甚至说你都晒不死他 第二个就是大水 你40多度你得供上水你供到水的 立马就晒个屁了 然后呢就是大肥大阳光大水大肥你把这三个大你整明白了我跟你说 哎背儿棒 低一点就大阳光啊没有大阳光放弃吧趁到放弃吗 自质花不适合 好 白了 今天杨文迪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先杨文迪视频上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